这一盘呢是蓝蓝直播的时候与六脉神仙赵欣欣的对局 他俩在正规比赛中应该是没遇到过 赵欣欣直红 仙人直路 蓝蓝队挺一足 足底炮 架中炮 跳马看中兵 黑方也来一个 补向 编马 编马 出狙 上市 视角炮 外马封狙 左马盘盒 六斤出狙抓炮 补试生根 来看一下牌面 现在蓝蓝这边 一个狙在暗处 一个狙在明处 他下一步就要进炮打马 解放家里的狙 红方如果进狙捉马是没有用的 黑方可以踩掉中兵 蹬着两个 然后把炮一换 红方打过来再出狙 就是这么个情况 六斤这里呢 采取一种比较稳健的走法 狙一平二 把黑方这个明狙对掉 吃 踩 来了 进炮打马 送兵啊 感觉有些得不偿失 退马踩炮 重炮打狙 只能躲了 黑方 补向 红 浸泡过河 出狙拉住 红方 炮打中足 这也是最佳招法了 吃狙 踩掉 玩马炮残局 往下 蓝蓝踩个兵 六斤吃个足 把这个编足冲起来 不给 重炮打马 退马踩兵 冲起来 随时能过河 黑方也拼了 马一进二 想把这个兵踩掉 再配合双炮 来一波攻势 红方送兵过河 打着黑方马 那又踩 吃足 跳马 给他压死 红方 平兵拱炮 打一下马 跳出来 进炮过河 想走炮二平四 打马打兵 逃马 重炮打 再跳一下踩炮 退马接着打 红方过河了 我的天哪 家里空门 那还等啥了 拦了下底炮 六斤那是一点没慌啊 马二进三 黑方平炮叫杀 红旗称势 拦了回头一看 先出个老将吧 红进马对子 吃 打了 重炮将军 上帅 然后马三进二 踩着势 保不住了 还以为红方会去打编族 并没有 他平炮 有点意思 来来 江一军 躲 踩势一惊 往上走 重炮就死了 只能出来 黑 退炮叫杀 踩掉就合起了 上帅 进马叫杀 平帅 将军 后退 再将 上帅 这是真杀不死啊 还不能打势 红方重炮将炮带走了 老帅也不能先回 挂脚 出帅 重炮绝杀 就是这么个情况 现场兰兰把这足啊 送到对岸 要把这马引走 但是红方的不吃 退炮 那就向下冲 六斤 马七退伍 来杀齐了 演示一下 进马一将 回将 卧槽也行 挂脚也行 出将 重炮杀 这是第一种 称势呢 也是往这跳 炮在将 不能回啊 落尸 重炮 绝杀 红方这小马 用处太大了 那么问题来了 黑方怎么解杀呢 只能跟红方换子 像什么 回老将 是不行的 那怎么换呢 来了 炮一 退二 这不是换炮 思路没问题 但是有个细节 黑方应该在退之前呢 打一枪 老帅回底线 再过来对炮 为什么呢 看好了 红方持炮 黑方就只能用小组拱炮了 没别的选择呀 要是老帅在底线 黑方是可以挂脚的 将马换掉 那就大有不同了 看实战吧 这里只能拱炮 红方炮武平四 老将回中 进马过河 这卧槽一将出将 平兵平兵 快没了 寒泪把势弃掉 打了 退马 挂脚一将 上将 退炮打足 同时看着马 向下冲 六斤退马调整 拦了也退 打着马 踩着兵 只能进马保兵了 退炮 兵跪 足跪 回马一将 吃 拱 平足 甩炮 退炮看一下 拱炮 躲 再拱 顶墙了 江义军 平足 同方打掉 退炮 将军 出将 平炮 拦了也江义军 六斤 飞龙在天 胜局 以地 三个饼 而且都能过河 没法弄了 好 感谢骑友们的收看 下期再见